大家好 那今天我是這一張的主獎人 叫做Lackery 那一開始等下先跟你們說很抱歉 因為最近真的已經忙到不行了 所以我在投影片上面的話 就是直接拿之前就是人家 就是MN這本書作者看起來 他自己有提供這些投影片的部分 然後來講解 那最後面的話就是 因為 這個章節的話 他其實是從Ghostburg的Network去做改動 然後接下來 因為他這個 在這個我們這個叫做 Adaptive Resonance Theory 簡稱的ART ALT 那他之後就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變形 那在這個章節的話 就之前的話也是想嘗試去看一下 但是後來真的沒有時間去看 那所以我還是在今天的介紹來講的話 我還是以今天課本上面介紹的為主 對 那大家回想一下就是說 之前在兩個月前嘛 兩個月前 對 那個 這個 這個 Jason大大呢 他就是來介紹所謂的 Ghostburg的這個Network 想法 他想要去說 我今天假設是在做個Claus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樣去把他找到 那所以在Ghostburg上一個時候 他已經想過說 我現在是不是可以就是集中 我想要看的東西 然後我去找到該要找的Focus 那接下來 他就會 就是 後來就是我們要去改進他 說 我們 要如何在這個Clausur的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要解決如何是讓他可以穩定 然後而且可以讓他呢 可以去 就是 讓我們找到這個Pattern 他可以自己的擴充 他有辦法可以擴充去做改變 那所以呢 就是 這個章節ART就在解釋說 我們要如何去解決這兩個 比較重大的一個問題 對 那這個的話呢 這個的話 嗯 我們要回想一下說 這個 這個畫 Ghostburg的話 跟這個長得很像 Ghostburg的話 是說 當我一個音樂的進來之後 我第一層去做這個正規畫的動作 然後第二層的話呢 去 跟他去做比較之後 反饋回來 然後繼續在那邊找 但是呢 ART裡面的話呢 他 他要解決什麼樣的事情呢 解決說 我們今天在學習的過程之中 我們常常要發 我們發生一件事情說 我們人在學習的過程 我們會一直不斷的 學習到新的東西 可是我們也會 我也會怎樣 新的東西太多進來之後 你會把舊的記憶 蓋掉 那舊的記憶蓋掉的話 那 那變成說 我們先前學的東西 是白學 那 這樣要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樣 他在這邊的話呢 就會有所謂的 這個 oriented subsystem 讓他來決定說 就是 現在所學的東西 到底要不要進到 我這個系統裡面 對 所以這個是 主要跟之前的這個 這個 這個 Gorsberg的 那個 內容的地方 有差異的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 他要怎麼去找到說 怎麼去做closure 其實很簡單 他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 那我input進來之後 那這一層 我去跟這個 做出來的這個 期望值去做比較 那比較後 他覺得說 這個東西很接近 那他就把它學起來 那如果他 差異太大的話 他就找下一個 他哪一個 比較接近的 所以他這樣子 就是 在這裡面去學 所以就 有expectation之後 然後呢 進到這個下一層 去做 做抉擇 抉擇完之後 他再丟一個expectation 然後繼續在那邊學 所以基本上的話 就是在 Out裡面 他在 他在這裡面去尋找說 哪一個是最接近的pattern 這樣子 他這個就是說 進來的pattern 跟expectation 他會去比一個 他的simile 到到某個程度之後 他才會 試這一個 是match 如果沒有達到 這個quiteria 下面的 那個orienting substitution 就會發個recept 過來 那 這一次選到的 這一個 就會被擋掉 對 他就不會 不會進到 他的系統裡面 不是 就是說 這一個被選到的neuron 他的這個pattern 就會被 這次學習忽略掉 對 然後他就 就同樣的pattern 再繼續比 他原本 被選到 但是沒有 足夠match的 這一個 就被pattern 掉了 就不會學這一個 對 對 然後一直找到一個pattern 然後這才結束 對 然後結束 就換新的音會了 那之前pattern 掉了 就全部都 都 釋放掉 再重新來 釋放掉 就不會再被pattern 就是 這個resetation 是針對 兩邊沒有足夠match的 對 因為 他每一個neuron 會學到一個pattern 對 那 那如果這個pattern 跟 近來的pattern 他不夠match 他有個機制 他這張演講 他怎麼學的 就 怎樣來衡量 他不夠match 當 他們兩個 不夠match的話 就會 觸發 下面的orentine subsiders 去發個reset 對 沒錯 他會去觸發 這件事情 那他就會抑制 原本 被選到這個 他就會被 從名單裡面 剔除掉 對 所以我剛剛 問題點是說 我認知說 他就 假設他 就是 他就一路學下去 假設他最後都沒有學 他就整個抓不掉 不會 他是做Cast 他不會沒有學到 這種機器 因為我那時候 沒有分類到 因為他是可能 全部的neuron 都過完一遍之後 他就找不到他的pattern 他就是 因為他這個pattern 就是會學習 那他們之間會去比較說 兩個夠夠match 不夠match的話 他就會被擋掉 被擋掉 他會找到一個最match 會找到最match 喔 我是看到後面的範例 他是說過完 假設沒有找到 然後就結束這個 他有沒有那個 特別在說 好像要把它強制分 分到哪一個 對 我不確定 好 那 沒關係 剛剛 Jason大家已經把這整個 art的概念都已經講完了 差不多 那 所以在這個章節裡面的話 我們主要的話就是來 就是分析一下 這樣的network裡面 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那再來就是剛剛我所講到說 剛剛 他在這裡面的話 就是在layer1的時候 我們在Gorsberg裡面 我們發現說第一層 其實是在做narnation 但是我們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最主要在比的是什麼 是剛才講的 就是說我們今天的pattern 就是我今天輸入進來 跟我這邊neuron 每個neuron 學到的這個pattern 跟他之間的期望值 就是跟他的那個差異性 到底差多少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要 closer是什麼closer 一定是我們輸入進來之後 跟我選定的這些 就是代表性 比如說我選了 我今天假如是分類問題好了 應該不是分類 就是我分群組 那我現在已經選定 兩個群組的中心 那我今天的輸入點 進來了之後 那我要怎麼知道 他到底是屬於哪一類 那他一定是說 我一定要跟這兩個去做比較 然後看看誰比較接近 那如果大家有學過 K-means的話 就會知道說 他可能是用Eucadian的這個公司 去看看誰的距離比較近 距離比較近的話 我就把它歸類誰 那他這邊也是一樣 說在第一層的時候 他在這邊是在做compare 就是說 當我輸入點進來之後 跟我這每個neuron 就是我競爭網路選出來的 這個neuron 說你覺得最接近的 他的期望值 到底有沒有接近 如果沒有接近的話 他就是一直在做這個loop 然後去找 這是第一層在做的事情 然後呢 接下來第二層的話 就是說他去做toucher的enhance 就是說 我今天就到這第二層裡面 然後去尋找出他 呃 他第二層裡面的話是在做 做 去尋 那算什麼 進 他進來之後 他要去把他的pattern 要算學習 然後呢 那個要怎麼 那個名詞要怎麼講 第二層的話 看一下 第二層 第二層的部分 對比 像對比 對 他算是說 他在裡面去去裡面去學 去找說他到底哪一個是最相近 然後把它拋出來 然後呢 就丟給第一層 所以他們是兩個回饋 就是 第二層去幫 去尋找說 誰 他是哪一個neuron 是最佳的pattern 然後把它丟出來 然後再來拆給第一層 所以第二層的話 就是說 他在configure 就是說 我今天所有neuron裡面 我去競爭 看看誰跟我這樣 輸入0最下 那 剛才就講了說 嗯 接下來最後面 還有一個是 oriented subsystem 那這 subsystem 就剛才 大家已經說了 說 今天的話 他會去判斷說 他今天 有沒有過 他的所謂的警戒指 就是說我到底 到底 我怎樣覺得說 他跟我是覺得接近的 如果說 我認為他不是的話 就是這個 Olympia 這個 subsystem 那他 他 他會去將這個 所謂的 呃 過這個 呃 過這個 對 當他過這個 所謂的 呃 過他警戒指之後 那他就會進行 就是 呃 決定要不要reset 那如果要reset的話 他就再去找下一個 比較接近的 然後進去學 這樣子 那所以整個 整個 art的話 他就是透過 去 一開始去做比較 然後呢 第二層是負責丟出來 哪個最接近的pattern 然後 第三個是說 那決定 他這個 進來的pattern 到底要不要被學習 被放進來 到我們的新的pattern 還是說 他是屬於舊的pattern 是由這樣來決定 所以他是透過這樣 三個 不同的system 然後來決定說 我到底要怎麼去把一個 輸入進來的pattern 然後 做為 是哪一個 就是分到哪一個類 類別這樣子 我 我 我補充一下 呃 Steven Worser 他這個 art的模型 有很 很大一個 源自於 那個 認知神音科學 跟神經生理學 研究 他們在 那個 生物上面 有發現 比如說 我們人來講 一個 有辨識一個 物體 那事實上 在 因不進來的時候 在你的 那個 生物體的neural 其實就已經 產生一個預測 所以他 他等於說 在做 那個pattern matchment 所以 我 我猜啊 他這個模型 可能就是在 用從數學裡面 去 模型這種prediction 就是從神經網路而來的 這兩回 會同步發生 所以為什麼生物可以 在 沒有那麼深的網路 但是可以 這麼快 就 甚至在 幾十的mini 最最長幾十的mini second 就已經 辯論成 完成 那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說 他事實上 在 看到東西的時候 預測 幾乎 總不出來 所以 這 這 這個模型 他在這邊 就有點類似這樣的意思 進來的 那個 那個pattern 跟你內部的 那個pattern 的預測 他就會 進行比較 但是 因為他這個模型 還是有時間長 所以他是 經過 數學運算之後 他才會有 那個explication 然後兩個去 記得 好 如果沒記錯 做m的 兩個做m的運算 就兩個 都要 一的時候 因為他是 兩個都一的時候 這時候 輸出才會是 對 那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說 因為 這個 這個模型裡面 最重要 他是支援這個 這個 所謂binary 運算 他只接受 0跟1而已 那所以到後來的話 到後面會講到 數學式的時候 你就是會發現 會用and的運算 會比較快 因為他就是 0跟1的計算 所以要嘛就是有 要嘛就是沒有 所以他這樣可以加快 他的速度 對 那所以剛剛講完 就是這幾層的時候 那我們就來分析 這個每一層 每一層 的這個 他的數學 方式 他到底怎麼去做 所以在第三 在這個 layer1 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來看一下 這其實 大家如果回想 看到那個什麼 Gorsburg 的network裡面的話 就是他長得很像 Gorsburg 裡面是input 之後他可能會分成 那個 plus跟minus 然後給他 進來 但是在這邊的話呢 就是說 今天我今天一個 批一個input 進來了之後 那他會去從 這是第二層進來的部分 那他這邊會有一個 所謂的 這個 W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 期望值的部分 所以他跟期望值 去做結合了之後 那這邊接下來的話呢 這邊 有點不太對 這邊的 wait 是學來的 對這邊是學的 他是做了運算之後 才叫做 explication wait 本身是一個 學的 wait 對這邊是學過來 他就是說 他今天學到哪些 那個 就是每一個不同 neuron裡面 他的期望值 是多少 然後他是學來 然後再 經過每次學習 他再把他方便去到裡面 我覺得應該是 就是說 這個wait 21 是學到的 volotype 他跟那個 AA2的 就output 做運算之後 這個叫做explication 所以 A2 做運算之後 第二層的結果 第二層的結果 就 W21跟 第二層的 output的結果 下一層的結果 做運算之後 這個結果叫explication 然後這個explication 再加到 原本的 Vospin 内容裡面的 那個 explication 這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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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這一路叫 explication 下面是興奮 下面是抑制的 對對對 所以 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這邊就是所謂 因為 第二層的話 是學到的pattern 然後他丟出來 所以 他在這邊的話 那個是output的結果 對 W21是他學到的pattern 那是一個weight 對 它是一個weight 對 可是他 他不是 因為他有點 現在的那個p 是一個 這是一個input的進來 對 是一個 一圍的向量 對 然後他不是進來之後 那他這邊 從 剛剛講的 A2是 第二層 第二層 丟出來的是說 他去決定了 哪一個pattern 他選到哪一個pattern 然後 然後 就是 我們會有另外一個 explication 的這個matrix 有一個 A2 它不是pattern 它是output的 就是最後哪一個neuro 那它的pattern是什麼 是存在位置裡面 對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neuron裡面 它那個 neuron2 它裡面 記載的 這個matrix 就是說 每一個學到的pattern 然後 那他 丟到 丟到 進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在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 他說 針對 就是他會 針對每個neuron裡面 會有一個所謂的 那個期望值 就是說他會計算出來 是說 屬於他的 那個neuron裡面的 weight的這個值 然後 我們就把它 視為是一個 explication 對 他這邊 所謂的 explication 是W21 跟A2 做運算 這樣的一個結果 稱作 explication 我懂 你只是說 我這邊 不太精準 就是說 今天他丟出來的 這個neuron 然後跟他這裡面 學出來的 就是說 每一個 每一個neuron面 他就是會 會 算出來說 他那個 那個 應該說他的 那算 這邊是算位 喔 我一直把他當作是一個 那個什麼 全 就是他是一個 那個期望值 就是他跟他 差多少 然後 但是你剛才講的是說 是這兩個A1 乘上 這個 所謂W21 的部分 所計算出來的 才是所謂的explication 對對對 對對對 那這個 W21的這個名詞 可能我講的不太好 因為我好像沒有看到一個 一個比較好的 名詞啊 那他是說 基本上是說 今天 Layer2他丟過來的話 其實剛剛有講到說 每一個neuron 他是學到的 pattern 就是說 我今天可能 今天可能學到的是什麼 蘋果跟香蕉好了 那我在這個系統裡面的 neuron 1可能就是 記載的是 蘋果 他的特徵 然後呢 neuron 2的話 就是記載的是一個 呃 剛剛講的一個香蕉 一個蘋果 所以記得蘋果的那個特徵 然後進到這裡面 來了之後 因為他後來會挑一個 比如說 我剛才在這個第二層裡面 他丟過來的是一個 我 我這樣覺得出來的時候 他是像 像 香蕉的 那 那像香蕉之後 那他又進來 跟這裡面的位置 可以去做預算 那時候我以為說 這個 weight 裡面 記載的是 potation 他的 就是 他計算出來說 他要 對於這個 neuron main 每一個 每一個pattern的權重 大家怎麼抉擇 那 所以 所以說 今天你丟過來之後 他會去跟這裡面的 這個 weight matrix 去做這個比對 然後呢 去計算出來之後 會 找到一個預期的一個期望值 那這個期望值 就會進到這個系統 是說 我今天這個pattern 到底跟原來 這個假設是 丟出來是 是什麼 想不想 可能是葡萄柚 我丟進來是葡萄柚 那我跟葡萄柚 差多少 我就進到這個系統裡面 然後來去看 那到底是差多少 我到底決定說 他到底要學還是不學 其實pattern 是存在W裡面 又不是A裡面 哪一個 pattern其實是 像剛剛講說蘋果或香蕉的那個pattern 對 應該是存在W裡面的 對 每一個colour 對 每一個colour A比較像是 例如說香蕉是0 他只是選那個 你要的pattern出來 對對對 選你要的pattern 因為他就是 他這邊的話是叫做 win takes all 所以他就只會選那個內容出來 然後去進行 這邊去做 他的期望值的預算 就是 他選出來 跟他的這個 預期的這個weight 去做一個比對 那他做一個比對 算出來之後 他就會得到一個值 就是我們所謂的 expitation部分 然後進到這個系統裡面 那如果是的話 他就學完 那如果他不是的話 那他就是 繼續在這裡 就是在這兩個 在這兩層裡面 然後繼續 做這個循環 然後把那個值 都 都確定的反規變這樣子 對 好 那所以剛剛講的說 剛剛是會跟這個 expitation 去做比對 那接下來的話 還有說 這是一個game control的真意值 對 真意值的話 是說 今天的這裡面的話 他會去 嗯 game control的部分 這要怎麼去順利呢 就是說 當我們 A2這邊進來了之後 A2進來了之後 A2進來了之後 他會 他會決定說 他會決定說 他在這邊的話 就是會決定說 有沒有 被抑制 被抑制 就是說 我今天那個 因為指 那個 他是 去抉擇說 我今天假設 跑了第一個 這個 第一個 Neuron 他覺得他五項的話 就是第二層丟過來的 第一個 Neuron 他只五項的話 那他就會選擇第二個 那 那講說第二個 他要試的話 那 就是 他在做這種 就是 利用這種方式 然後 對他去做 這個game control的部分 那 所以他就是透過了 所謂的 跟 這邊的期望值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增益的 control 進到這個系統 然後來 做為說我們第一層的 比較收出 對 這個是這個Network裡面 在做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就由這個點來 進來分析的話 第一層進來 低層進來的點的話 就會有一個是 我們這邊 他輸出的這個N1 然後呢 是 負的嘛 因為他是回饋嘛 所以他是負值 負值之後 然後再加上 就是從這一路來的 這一路來 他這裡面 還有一個BIOS 就是跟這個BIOS去做 計算之後 然後呢 再來呢 加上哪裡 這個P P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輸入的部分 那 W A1這邊算出來 就是說 針對他丟過來的 這個Pattern 然後跟他的 那個weight 去計算出來 所謂的一個期望 跟他來差異 差多少的部分 然後呢 再來去減掉 誰的部分 我們還有這一路 進來 增益的部分 所以這進來的部分的話 就會有哪裡 就會有這個 N1 加上這個 加上這個 負B1 進來這個BIOS之後 再加上這邊 A1 W 的這個計算 的game control 的部分 進來 然後形成我們這個 Lail 1裡面的 這個系統 所以這張圖 就很簡單的 就是把這個 變成了一個 所謂的 我們的第一層 的這個 數學式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 針對這個數學式 去進行這個 所謂的這個分析的部分 那在這邊的話呢 所以他 這張圖的話 就是說 我們 這邊 這個 這個式子的話 就剛剛我們解釋過 這邊前面的部分的話 就是 就是我去跟所謂的 comparation過後 然後就是 compare with 這個expitation 就是跟他 期望值 去做一個比較之後 然後加上這個game control 那最後 那他的這個總的 輸出的時候 他最後面是使用哪一個呢 是使用了 要嘛 只要有值就是 就是1 沒有值的話 就是0 那這樣的話也是 讓他這個 比較好 就讓他知道說 只要有 有這個 得到這結果 他就認為說 這就是我要的輸出 所以他 這邊選用的 就是這種 方式去做 會比較OK 對 對 對 那接下來的下一張 下一張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 那你剛才那個 那個圖 第三頁那個圖 對 上面這樣 這個 你這個上面 上面一個 一路下面一路 是不是只有 一路會有 會成立 就是說 有走上面來路 就不會有下面來路 不會 他是同時進來 因為這是Pattern嘛 然後所以他這邊去 去跟這個位置去計算之後 那這邊他也會去 去跟他計算他 就是 假設 如果 如果 如果他有Inactive 跟 他真正在算那個 Expectation 然後Match的故事在這裡 嗯 然後後面還有講 有另外一個 一個 的式 那這邊是一個 那個 第十八張 從一開始他講 那個Shouting Model 就是有 正回饋 跟 負回饋 好 因為他是一個 那個 Feedback System 所以他 他 他這邊有一個 那個 plus bias 跟minus bias 他在限定 這個N 他的range 範圍 這 如果 如果 那個十八張 之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邊的 plusb1 跟m-b1 代表 m1 它的range 的範圍 它不會超出 這兩個 的 它的正值的上下界 這兩個的值都是正的 然後 上面的 代表 它的 以 生物成績 代表 性分性能 的 這個 這一路 那下面代表 抑制性能 那這兩個 會compete 然後 它整個是一個 那個 微分方程 它compete出來的結果 那它的穩泰 就是 左邊那個 DN DT 等於0的時候 它就會趨於穩定 就是 時間 無限長的時候 它 它 它 不再 DN 對DT 不再變化 就等於0的時候 這方程式的幾 就是它的 穩泰幾 對 那 剛剛就是提到說 這兩個會不會同時作用呢 就是 要取決於說 它今天的第二層 到底的活躍成 有沒有 inactive 或是 就是active 或是 inactive 這兩個去決定 它到底有 如果說它今天是一個 有 有active的話 這邊就會有代表 那如果說它是 那個什麼 inactive的話 這邊就不會有 對 那這代後面的話 這事實就會去講到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的 的 這個 要回到剛剛的 這一章嗎 對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就是說它 開始要來解釋 這個所謂的 前面 的這個 它去計算 所謂的這個 exploitation 這塊的部分 它到底什麼去計算 那它對於這個 就是 第二層這邊來講的話呢 它會丟出來說 到底是哪一個 neuron 會得到 會 就是會取得它的優先 算是優先權嗎 就是說 它就會 它就會得到它 就是最 會贏得 因為它是 那個網路裡面 它就只會去取最高的 那個 就是 它最最像 所以它就只丟出一個 所以取出來丟了這個 跟剛剛講的 這每一個weight 它所學到的這個 這個weight 然後我剛剛可能有講錯的部分 因為在我的筆記上面的話 它應該是屬於 學到的pattern才對 就學到的pattern 那 它是一個phototype的部分 那所以呢 它 在這邊的話呢 就是說比如說 它在這裡 在第二層裡面 它丟出來就是 這個 這個 的這個 neuron 它拿到了這個 就是它是有最 它覺得它應該最像 所以它就 它就把這個 J 的部分 去跟它做比較 然後去算出來說 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exploitation的部分 對 那 所以的話呢 嗯 在這邊 在這邊的部分的話 那因為 因爲什麼 它這邊的A2 它就是只會是 就是得一個1 所以它這邊就可以把它 簡化成是說 這是p加w 它是J 從這邊J來 是J21 對不對 這是這邊的計算 它就是等價於這個p加w的2 J21 這樣 這邊可以理解嗎 OK 那接下來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gan control 部分的話 它一開始預期的話 它就是全部 全部都是為1 因為它那個值 是最後面可以 就是 我記得是 它也是可以被 被學來 這個也是不會學 是不會學嗎 所以它b mode是1嗎 它always都是1 它always都是1 這always都是1 這個 OK 好 那所以呢 它是gan control 部分的話 這邊就是 W這部分就是為1 所以它就只會是有A2 進來的這個 這個部分 好 那我剛才講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就接下來要進行這個 這邊的那個 穩泰的這個 計算 的部分 那假設說 今天第二層 它是inactive 的部分 也就是說 今天它丟出來 它選到的這個 這個J的這個node 它是0的話 那如果它是0 0的部分的話 我剛才講這個 這四季的我們又再重新再看過一遍 嘛 Service position的部分 我們把AJ帶0的部分的話 那是不是 這一個項目的部分的話呢 就會變成了所謂的 inactive mode的話 我們就第一項這邊 會留著之外 然後呢 接下來 AJ這邊 第二個部分 因為它是inactive的部分 所以它這一項 就整個都為0 所以只剩下前面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exploitation的部分 那exploitation的話呢 因為剛才AJ這邊是為0 所以的話呢 是不是就只剩下來了 就是BIOS 減掉這個 我們一許信號的 然後跟 所謂的這個 輸入值 去計算 那 剛才講的 那個 在這個 這個微微方程裡面的話呢 那這個step 這個穩定解的話呢 它是 我們就定它為0嘛 那定它為0的時候 那我們剛才要講的是 我們要求什麼東西 我們這邊是要求N1 輸出的解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 要求到N1的之後 我們就是做一項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了一個值 就是說 今天它的 穩泰輸出的這個N1 它會是等於什麼 就是1加上 我的i的輸出 然後加上它那個分支 這個 i的 對它的BIOS的這個 作為分子量 那 所以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了說 今天如果是 它是inactive的時候 那這個N1 就可以簡化成這個樣子 我們就可以對它輸出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是說 說到什麼狀況呢 今天在這一層裡面 它最後面要輸出這個A1 就是說我們A1 整個總輸出到A2的時候 它到底值數是如何嘛 那我們這邊取了一個什麼 就是 就是 要嘛就是 只要有值就是0 然後 如果沒有值的話就是為1 那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這邊看起來 有值就是1 沒有 有值就是1 然後沒有值就是0 OK 講法 不好意思 那所以的話這邊的話 輸出的話 這是A1 它就會等於P 因為這邊 就一定會等 一定會有值就對了 對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個 右邊那項 B plus B 然後P 這都是正的 所以 所以當它 永遠都一定會 當它是正的 所以它才會有 A1 等於P 這樣的一個 因為P 也是非0其1 對 所以這邊 永遠都是為值 都是 對 都是有值的 所以A1 就是那個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說如果我是 第六層 它是Active的話 就是它選到這個 最高點它是 是有 有感 就是 有 有感應到 應該算感應到 那它就是 就是代表說 在這個這一點 它輸出是1 那輸出是1的部分的話 那剛剛的那個式子 這個微分方式的話 就會把它寫成 所謂的 剛剛這邊 帶1進去之後 就是P 這樣剛剛W 剛剛是沒有嘛 對不對 然後之後這邊的話 也 增益的部分的話 也會有進來 所以它就扣掉 它的這個 Game的部分 那 這個 這邊的話呢 我們又 因為我們要分析它的文態嘛 所以當它等於0的時候 那它應該要 那個 我們把式子整理一下 那式子最後 整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 就一下嘛 就可以變成說 E加浪P1這些 最後面 我們就會得到了 這樣的一個值 這個式子出來 這個式子出來 那接下來 他在這邊的話呢 他就是有去做一個 做一個那個 簡單的這個 這個 算是 假設嗎 他就是去 去跟他講 是說他 去計算說 呃 他今天 如果 呃 他 呃 呃 他想要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式子 然後就拆成說 呃 如果說今天 我的這個 W 跟我的這個 輸入P 任何一個等於0 又或者是說 這兩個人都要同 欸 同時為1 這兩種情況去討論 那如果說這兩個 我看一下 呃 如果這兩個同時為1的時候 如果是說 W21 跟這個 PI 這個部分 那他們都是為1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算到這等式 這邊是1跟1 就是2 然後減要B 那這個 我們要預期是什麼 我們預期這邊是要 呃 因為他這邊要算出來的 呃 他去做分析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說 我們希望 他這裡有講了說 如果是N1 要小於0的時候 那他 呃 這邊講的有點亂喔 這是說 我們會 呃 用這個不等式去 去找這個解 然後 等我一下 那說 所以他這邊的這個角色 就是 來考慮到說 我們今天這個 N1的輸出 他到底是大於0 或是小於0 那如果是大於0的 Case的話 那一定是說 呃 呃 呃 或者是 它兩個 就是 這兩個 這個 一定要EQ的一樣 那所以的話 代出來的話 就是 剛剛講的是 呃 因為要大於0嘛 那所以這分子 這邊一定要大於0的部分 那所以 他這個 我覺得 我在看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這個 這邊 應該是找到這個式子 所以這兩個我覺得是 剛好是交叉的 對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 當如果說 今天 W21 或者是 PI 他們其中一個 為0的時候 其中一個 為0 它所導出來的話 就會變成 呃 Ether 那他要讓他小於0的話 那他的不等式一定就是說 今天B B plus 去減掉B 馬拉斯 那他一定要小於等於0 這個 頭影片 那個 N1 I 代理這個 那個 OR 是錯的 那是AND 才對 你說 欸 頭影片 那個 那個 OR 這邊是AND 對 兩個都是E 所以 對 這等於E 那個要AND OR 那個原始的頭影片 那個 OR 是錯的 直接講說 我現在說BOSS 這兩個都等於 就是等於E 對 我剛才沒有 對 好 沒關係 他說是對 那頭影片是錯的 對 那所以 根據這兩個 不等式的話 我們就可以求出來說 B plus B plus 在 呃 是兩倍 兩倍嘛 2 然後會大於這個 B馬拉斯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樣一個 等式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當今天我們要求這個A1的時候 那他會相對於什麼 就會相當於 會得到這個所謂的 我們輸入值 跟我們今天到底是哪一個 neuron 有作用 直接去跟他去做這個交集 也就是對他做AND的動作 所以有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這樣子 所以 就會得到這個 低層的一個 輸出 所以在低層 輸出的話 如果是說我們這個 第二層他Active的話 那 他的A1 就可以簡化成這個樣子 可以講 你剛剛問的那個問題 就這裡 那那個 那個 input back 跟 expectation 他如何去確定說 有沒有 距離 那所以的話 就是 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A1這個輸出 那所以在 在這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些簡單的結論 就是說 如果當這個Layer2 他選出來是 inactive 就是說 我們選出來 neuron 就是等於0 沒有作用的時候 那我的A1 就會等於這個P A1會等於P 就是等於輸入的這個 這個 這個所學到的東西 那如果是 是 這個 Layer2 嗯 Layer2 他丟過來這個 neuron 他是 是屬於1的時候 就是有active 那他所 A1所計算的部分的話 就是 就是 要去看 這個 P 這裡面的 他所 進來這個pattern 然後去跟 這個 這個 所學到的neuron 去做and的運算 對 好 那所以這邊的 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會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他這邊就會給定說 我今天的這個 這個pattern 的部分 這邊打錯 這邊是0.1的部分 然後今天的這個 增益 對 就是bias的部分 我們是選1 然後這個 這個 negative的部分 是選1.5 那這邊其實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有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他 兩個不選1 就好 這個我一直就 比較大 就前面的公式 前面的公式 前面不是一個 那個 要範圍 上一個 上一個 再上一個 這邊的公式 就是 決定你的那個 你的 再下來 oh class by v要大於 負了 v1 要大於 正的v 所以他 所以是從這邊來的 對對對 就你要符合這樣的一個 quadual 你的bias 正的bias 跟 負了bias 它對你 要有 這個不等式 哦 所以他是從這邊來 所以他才這樣設計 好 那所以他這邊設計的時候 就是 好這邊 b的部分是1 然後呢 那個 minus的部分的話是1.5 那他這邊 21所需要的這個pattern的話 是10跟11 然後 這時候 我輸入的話 有一個是01 的這個pattern 然後他想要去跟這邊的 這個去做比較 這樣子 那所以呢 他在這邊 我們就可以把值帶進去 如果說今天 他 有前提假設嘛 就是說今天我們的 Layer2 他選到這個是 是Active的 就是 所以 Nemon2他就會 會取得 這個所謂的 競爭 就是他會選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 就把值帶進去去計算 對 那 這邊的話呢 就是 我們 看 帶進去的話 p的部分 0 0 加1 0 這部分的話 這邊是1 所以這就是等於 0 加1 的部分 然後 會形成 3 然後 把b帶進去 然後最後面他這邊 整理之後 就會變成了 負3 N1 因為這邊是0 然後 帶進去 減1 所以他這邊的值 就是1項 這是10倍 所以變成 負30 N1 減5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求第二個 進去之後 那他會求出來的是 這樣 帶進去 去運算 那1 帶1的部分 進去 那1加1 然後減掉這邊 就會變成 負4 加上1.5 那最後面的話 就會得到這個等式 這樣子 那最後面的話呢 他就會得到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圖形 因為剛剛講到說 他是active的部分 所以他輸出的 A 應該會是什麼 就是p去end 這個2 的部分 所以的話呢 就是相當於說 今天 我輸入是01 然後去end 這個11 的部分的話 那最後面 A1 輸出的 就會是 就會是等於01 這樣的一個 這個 這個輸出 對 所以這第一層的話呢 就是大概是 這樣的一個計算的方式 所以把它計算出來 那接下來 我就要講到 就是第二層的這個部分 那第二層的部分的話 我剛才講 我們是說 A1這邊進來之後 那他 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我們上次有講到說 我只care 我care的部分 那所以他在這邊就會分 分成兩根說 這邊是on-center 跟這個 跟這個 off-surround 就是 對 那他這邊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是說 他今天在這一邊的 這是什麼 積分器的部分的話呢 他是可以 收到一個 A0 去做一個reset的動作 然後來決定說 他到底 這一個 項目到底要進來 或是不進來的 一個做一個開關 對 對 那他的這個 市值的話呢 看向上有嗎 對 好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 對這個network的部分 來去做一定解析 那一樣分析點 我這邊也是從 也是從這邊 N2這邊 出出來之後 那他會加上誰 加上 來自於 來自於 J路 就是 N2 B2 這邊 的 裝飾 然後呢 再來呢 還有呢 是來自於 這個 所謂的 這邊他還要使用了一個 一個 這個transfer function 去把他 把這邊所做出來的 只做個transfer之後 然後呢 才會到到他這邊 所謂的這個 分類 他就是 是一個 W2 的這個 是 一個全集嗎 看一下 也是 對 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恩 Center 的固定位 嗯 對 上面是 恩 Center 下面 就是 中間 中間 中間點的部分 對 這邊上次我們就提到說 因為我們只看那個 所以他是對角線 是唯一的 就是 的 這種 這種對角的那個 局正 然後這邊是 of surrounding 就是說 就是 除了 除了斜線之外 其他都是一的 這樣兩個的固定而類 來確定說 這個值 我只是確定說 我到底 我想要看的部分 跟我不想看的部分 把它分野分開 來這樣子 對 那 呃 所以他的計算 就是 這兩個 就是 固定的 所以之後 在做寫程式的時候 就是把這兩個 再固定進去 那我們就可以 導到這樣的一個 式子出來 對 然後 F2的部分的話 那他這邊的話 會 在後面也會有介紹 他是用一個 嗯 就是說 嗯 嗯 他會有一個轉移 我們待會 待會 後面 後面 講到的時候 再說明 對 那所以的話呢 在這個 sharni model裡面 layer 2 這個sharni model裡面的話 他就可以猜成就是說 我今天 這個on on center 這個feedback的部分 然後呢 再加上 加上我今天去 所學adapt installed 這個部分 就是 就是W12 W12 什麼啊 W12就是這邊 輸入進來的 的 學習道的 這個 這個規則 然後呢 再去減掉 什麼 我今天我不想要看到的 的這個部分 去抑制的部分 對 就會形成我們 layer 2 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非常有的架構 那 嗯 那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就是直接用例子去帶說 看他到底是怎麼樣去學習的 那 剛才講的說 這邊 學到的話 W12的話呢 就是他 他今天給定的話 我們今天的epsilon 也是0.1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 bias 部分的話 是1 都是 都是1 他剛才定義的1 然後 再來是他的這個 W12 的這個部分 那就會有去他所學到的 嗯 他這邊就給0.5 跟1 然後0.5 跟0 的部分 就把它輸入進來 那剛才講的是說 今天的我們F2 的部分 他有個 trended function 那他在這邊是 是選擇了一個 叫做什麼 Fasterland Linear的部分 然後讓他 就是贏的人 就是要全拿就對了 所以就是說 當我今天 把這個史帶進去 他就是一定 會得到一個 比較高的值 否則的話 他就是0 讓他確定說 我今天去跟所有的neuron 去做比較的時候 那 那個強的人 就要非常非常強 因為這樣才可以 把它整個拉開 嗯 把它拉開 對 那所以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呃 就可以把這計算的 次子帶進去 來繼續到這個裡面 去做計算 那最後面的話 因為計算 好像有點繁盛 然後就會得到這張 可是 呃 這張 這張圖 這張圖的話 我有點 不太清楚 他這邊在 就是在畫的 在表達的意義 那這部分 就是 那邊 你可以 那裡 就是說 我現在不太知道 說 呃 他去看了這幾個點 然後 在這個圖上面 表達的這個意義 那 到後面就 穩泰嘛 所以他就會 趨近於平的 嗯 然後 上面就是 呃 第二層的 第二個 然後第一個 然後你會看到 他對比拉開 因為他 他在第二層 做了 contrast enhancement 好 所以他 兩個 兩個 倍率會 拉得比原本 進來的更開 所以你說 這個 是 這個值 是什麼 因為這邊是 他頂的就是 OS1嗎 對啊 因為那是 第一層的 或者 乘上 12的位置 那個位置 是學來的 嗯 這位置是學來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 是要學第二層 對 第一層 這時候 他是固定的 哦 這是第一層的 這個輸入 所以我們現在是看的是 這兩條 一個藍色線 跟這條黑色的線 就看第二層的N 嗯 嗯 他 因為他兩個N螺 所以兩個N 兩個N 哦 他是兩個值這樣子 OK 所以 嗯 所以 這樣子的話 哦 所以他這個帶的是說 當我今天的這個 因為我A1 輸入進來的時候 他是有兩個值 所以他就是根據這兩個類 然後去決定說 他到底是哪個N螺 因為他要 因為你這個時候 那個 W1 2 是上一次學到的 對 這是上一次學到 所以 在這一次裡面 他是固定的 因為你進來 進來 第一層 輸出 AY 是固定的 那那個位置 是上一次學的 對 所以在這一輪裡面 他是固定的 那等到你 學到新了之後 再回去 update你的W1 這時候W2才會變 所以你說 假設像他學 這邊 第二層 這邊學到之後 他就帶回去 那 那個第二層 N1 跟N2 是根據前面的 違約方式 他 求解 得到了 那他 他變平了 是N 這時候 T 趨近於五線大 那就 就等於那個 DN DT 對 他就會得到 右半邊 水平線 這樣的一個解 他就會 變成 Steady Steps 不會在 時間變化 OK 了解 好 那 感謝這個Jason 幫我補充 這邊 因為這個右邊 看不太懂 然後接下來的部分 的話呢 就是一樣 那到第二層的時候 那他也是 就是 Wins take a win 嘛 所以就是說 就是 贏者全拿嘛 那所以他這邊說 如果說今天 就是他是取得這邊的 max 然後 否則的話 他是為0 所以他就可以去 去把 到底是哪一個 牛龍的地方 去做第二層的輸出 這樣子 OK 那剛才講到說第二層 還有比較特殊的地方說 他會有一個 先回到第二層 第二層的話呢 他在這邊的話 會有去做一個 reset的機制 一個reset機制 那這個reset的部分 到底是怎麼去拿的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說 我們今天要回到 就是第二 就是 會有一個所謂的 oriented subsystem 那oriented subsystem 的部分的話呢 他在這邊 這邊就是真正在決定說 每兩個做and 即使兩個做and 他夠夠match 就在這裡決定 他如果不夠match 他就會發一個session 每一次就不算 就是說他第二 他決定 他這邊進來了之後 那他會根據這邊的 這個pattern 所以剛才講 A1進來了之後 然後跟他的這個input A1他算出來 跟他input裡面 在這邊去自行做一個 比較的動作 那我們剛才講 是說 今天如果他 有像的話呢 那他這邊 他就會去計算出來 他的值 看看他後面 後面應該會有介紹說 他到底是 怎麼去計算他的 對 這邊的話 這個 我們剛才講 他這邊的話 的這個公式的話 就是說 今天一樣 我們這邊 會有上面的 這一路 跟下面這邊 A1 去進行去做這個 比較的動作 所以你看到就是上面的 跟下面的 去做個比較 那所以在這邊 你會看到這個值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刺激的這個input 這個是excited input 然後呢 我們會去計算出來 他去計算的值 如果他算出來 這個是 這個是屬於 看一下 這個W的部分 是屬於他所學到的這個 這個pattern 然後跟他的input 他input 那 去計算之後 我們會知道是 相當於 這個alpha 乘上這個p 這個 他的 他點 的這個 距離 那接下來 他這個抑制的部分 就是 inhibit 抑制的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相當於是beta beta beta的這個 這個a 就是 第一層求出來的 寫的這個距離 當然是多少 然後 兩個去進行 去做比較 那 接下來的話呢 他就 把這個值 帶進去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得到 說在這個 在這個 alented system 裡面 這個n n 我們就把它 求這個n 那這個n 的話呢 它就會形成了 就是 解出來的話呢 我們剛才把它 移項之後 就是1alpha 1alpha 加beta 然後這邊是 bios 然後就是形成這樣子一個 這個 這個縫 這邊其實都是簡單的 一個數學 那最後面呢 那我們就是 簡單 因為bios 我們先把它 先不考慮 我們先把它做色為1 就會讓這事情 比較簡單一點 那如果它是色為1的時候 那這邊就是 alpha b 然後跟beta 那它的那個 低層的輸出 然後去除以 所謂的1 加上 alpha alpha 乘以p 然後跟beta a1的輸出 那這邊的話呢 因為我們的 這個 N0 就是要大於0 那它 假設要大於0的時候呢 那它是什麼狀態 就會 就是如果 要滿足這個條件的話 那一定是屬於 就是 a1 這個 d層的輸出 去除上 除上這個 輸入 然後會小於 這個 alpha 除上beta 然後呢 這樣子的一個比值 我們就稱為 一個 low 那你也可以把它看成 是一個警戒值 那這警戒值 就是說 我要決定 你到底 要跟我多相近 的一個比較 因為它這邊的概念 其實就相當於說 我今天 我a1 算出來這個 這個值 跟我今天 我丟進來這個值 我們今天到底有多 多接近 假設我認為它很接近 在這警戒值 以內 的話呢 我就是 就是如果說我今天 警戒值是設0.6好了 那我今天計算出來 是 是 小於 算出來的話 假設是小於這個警戒值的話 我就 要去做reset的動作 那如果是超過於它的話 我就不去做reset的動作 就代表說這個東西 是那個什麼 不去做reset 就代表說我是可以去學的 否則的話我就 欸 欸 假設 如果說我今天是 是超過這個警戒值 代表說這個東西 是我可以學進去的 否則的話 就直接就撞掉這一次 對 剛好講反了 那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在做 orange subsystem 這邊在做的事情 所以在這邊 有一個舉個例子 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今天假設我的 我的 Excel一樣 是給0.1的部分 那我的α 跟我的β 是 一個是3 一個是4 所以代表說 我的這個警戒值 是設為0.75 0.75 對 那我帶出來的值的話 就會是 這邊 把這邊帶進來的話 我 我這邊求出來的話 就是 -110 加這個20 那 所以呢 在這邊來講 如果說 今天 我的A1 我看一下這邊的值 這邊求出來的 看一下 這個標籍 T的System 這邊沒有主機 所以這邊 他在計算的時候 他就把那值帶進去 所以他都是 一直都是在 在這個警戒值 以下的範圍 那這個在警戒值以下的範圍 那這個在警戒值以下的範圍的話 就是 他這邊看起來都是會小於0.75 那所以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是 應該就會讓這個系統 會進入一個 所謂的 0的狀態 就會產生一個reset 我剛才講說 因為他今天在算 這個值 那他的穩態 最終 沒有超過 他這個 這個比值 那沒有超過 他這個 這個0.75 這個門檻 那他就會是 0的部分 那他就會讓 trigger這個系統 去做reset的動作 所以 他就是利用這樣的 比較來決定說 我到底 什麼時候該reset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到底要學 什麼時候不學 的一個開關這樣子 對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 他在討論說 我們裡面的一些 learning road 在第一層 第一層跟第二層之間 他們今天的 學習的方式 到底是 是怎樣去學習的 那 那他在這邊的時候 他就有講到一件事情 說 我們現在在學習的過程中 我們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之前在 在那個 Gorsberg裡面的 內衹 他的第一層 在做的是什麼 是在做 做 nomination的部分 對 但是剛剛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的第一層 其實在做 comparation而已 並沒有做 normalize的部分 那所以他會產生的 一個狀態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他會產生這個 所謂subset 跟superset 的這個 這個兩難 什麼樣兩難呢 就是說你可以看這個例子 來說 今天的話 假設 我今天 他學到了兩個 兩個那個樣本 或是 或是圓形 然後一個是 1110 然後一個是 111 這是一個是 全部都有 哪一個呢 這兩個很像 那這兩個很像的狀態之下 假設如果是說 分 在計算來講的話 那他會造成一個結果說 假設 neuron2他拿到了 他拿到 那這兩個 他就沒辦法分開 因為他們 他的計算的結果 都會是一樣的 因為你看 如果是說 我們 如果說 像這邊的話 在E2裡面的第一個 這個 原是subset 是因為說 他們今天 這個 任職 都有 都有1 這邊也有1 對 當我們今天 AutoLeg 輸出 這邊的時候 去計算 去看他做計算的時候 我們的 第二層 他就會 去計算的話 我們把它打進去 1011 然後去計算 就變成2 2 那所以他們今天的話 要怎麼去解決說 他們計算的 結果都是一樣的 因為不管1 還是2 計算都是一樣的 那他這邊的講說 我們這邊 就會去做 normalize 我們這個 phototype pattern 所以 這邊的 這個1 2的部分的話 那他就會去 對他去做 normalization 然後去 這樣子去做的時候 就會讓這兩個 neuron 輸出 那就會得到 有不同的 差異性出來 然後來 才可以去做 which take all 這個部分 否則剛剛來講的話 就是會 錄入什麼 super set 跟sub set 因為他們今天 就混在一起 他就沒辦法區分開來 所以就是要去做 normalization 的部分 所以 這是為了解決 計算上面來講的 一個特性 所以他就是在這邊 做了這樣一個 處置 手段 然後就可以去解決 解決到 剛剛的計算上面的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 當 那我們就接下來看說 L1到L2 這個 l0 l0 到底是怎麼去計算 那今天的話 就是我們去 對這個 l1 2 去做 所謂委任方程的部分 那 那 他這邊的 這一個公式 這邊的公式 好像是之前從 這算是從 Google那邊 導出來嗎 更早 還是 這是 instar learning 路 變成 instar 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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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的是說 這個 我們就會 gain Que Upper 跟Low 所以剛剛講的是 因為他是Binary 所以會提3 Morten 跟0 因為我們要專注 去區分的 方式 而要自私交 coordinated 所以它這邊給的就是對角植證是1的 然後跟這邊對角植證是0 然後其他都以1的這樣的一個矩陣的方式去做這個計算 對 那 那所以呢 這邊來講的話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它只是在介紹說 那接下來的部分的話呢 它是講這個Faster Learning的部分 要怎麼讓它學習 比較快速一點 那所以呢 它是針對上面去做這個分析 那所以呢 它今天的話 如果說今天 如果他們要解個State 是解一個所謂 我們去解一個文態的解的時候 那 那這邊去對這個所謂的Weight 部分去做 這個學習如果去做 偽方的等於0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 把這個 我們去假設說第一個 A1 這個時間點為1的部分 我們把它 把它帶入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會是 呃 呃 當我們今天 A A1 帶進去之後 那它就會 形成所謂的 呃 這邊的Cas 加上 呃 減掉這邊的W1 呃 A1 的 距離去減 也很小 這邊的話呢 這邊 去減 所以它就把它帶進去嘛 然後 所以 1 的 W77 這邊 全面還是保留 然後因為剛剛講的是 A A這邊 我們講的是定為1的部分 那所以呢 這邊 這邊也是 只會剩下 W77 然後用它的距離去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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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這邊的這個部分 這邊的部分 那所以這邊的部分的話就是等於 負的w 層上這邊的距離 那所以最後面 我們就可以得到了一個 得到了一個 得到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學習的一個 方式 就是可以讓它去代表說 今天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的一個代表 代表的公式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 那從第二層到第一層 這邊的部分的話呢 它是怎麼樣去決定? 我們是使用一個outstop的 這個學習的路 那在這個學習的話呢 一樣 我們就分析 我們奧斯達的公式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假設 這個一樣 是等於1的時候 那它會是怎麼樣的狀態 就是它等於1的時候 它等於1的時候 那這邊 因為穩泰追 就是負的w 追的2到1的這個部分 加上這個1 加上這個A1 我們要等於0 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可以知道說 今天我們要置換這個值 就會等於A1 就會等於A1的這個值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 利用這樣的方法 我們就可以去學到 新的這個 所謂的weight 就會等於這個部分 那所以呢 剛剛 剛剛 就有這樣子的介紹 那我們就把art的這個裡面的架構 它怎麼去學習的方式 就把它找出來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把這個演算法 把它倒出來 那它首先 第一個的話呢 是說 將所有的這個 initial的這個metrics 把它設成1 然後呢 再來是w12的這metrics 設成 這個 你一開始這個c 然後去加上你今天 大概分幾類去頸1 這樣的一個值 求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開始去做這個計算 那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它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那它一定都是一個 not active的狀態 所以它丟進來的東西 A1一定會等於p 那就是它一定會學到東西 所以它就可以把它 就是 就會去更新它這裡面的pand 所以到input layer2 去做compute 那 這個 它丟進去了之後 因為它是nonactive 所以丟進去 那贏得全拿 它會去找到一個最佳的 這個 就是丟出第一個neuron出來 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呢 在利用的這個 L1L2 它的這個 跟它的情況值去做個比對 那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的 W N 就會去做這個compulsion 這邊的動作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會去針對第一個 uproot 去做 做什麼 去做一個調整 那它這時候 A1的輸出 那它這時候 A1的輸出的話呢 就會去跟它去做 做這個and的動作 因為這時候應該是有 有那個 take away 然後它這裡的話 就會是 1 對 那接下來 求到這個值之後 我剛才講到說 我們還要再去做這個 去比對說 它今天到底有沒有過 它這個警戒值 如果有過警戒值的話 那它就等於 如果沒有過的話 它就等於0 那所以呢 接下來 再來看看說 如果今天 它 它這邊是 這邊是說 它 被禁 inhibitor 如果它今天 沒有被 就是說 今天我的這個 算出來的neuron 那它是沒有被禁 只是說 它今天丟出來的時候 它 它是 是active的 沒有被禁掉的時候 那它就可以 就可以 結束這個運算 那如果說 它今天 它是不是被禁止的時候 它就會回到前面 去重新 再去調新的neuron 然後去對它 去做運算 然後 這邊指到說 這邊第七個 就是說 當這個 動證發生了之後 然後 它就是 會去 當它發生了 這個情況之後 它就可以去更新 更新 所謂的 W12的部分 然後 之後呢 再去做update 動作 那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 就可以去結束 然後 再去找下 就是下一個input 這樣子 那這樣解釋 好像有點 那個 那這邊的話 然後 我拿 課本 的 的部分 來去 來去 來看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 這邊 所以這是拿 課後的練習 然後我們來看 可能會比較乾淨一點 那一開始的話呢 我們剛才講 我們今天有設這三個input 一個是010 然後100 然後一個110 這樣子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這個pallant 我們cursus用2 然後我們的警戒指用0.4 然後呢 那我們選擇的是s s是我們的類比 就可以選擇大概3k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一開始去做initial的動作 一開始的話都是1 那另外一個的話呢 就是設0.5 對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去 開始我們現在這個的計算 那低層的response是什麼 因為它是inactive 那所以的話呢 一開始A1 A1就會等於p嘛 那p是什麼 就是等於 剛剛講的010 我們的p1 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去計算 跟第二層去做計算 那第二層的計算的話 這邊W12的部分的話呢 都是0.5 那所以我們可以算 這邊去算出來的話 這邊的值都是0.5 那因為 所有neuron 因為我們剛才講 它是initial嘛 所以它這所有東西 都有同樣的一個input 就是 因為所有的neuron 它就是都會有反應 因為它一開始就是 都沒有嘛 所以它已經都會有刺激進來 所以它就是 都會有值 所以這時候它怎麼做呢 它就是說 直接就選第一個neuron 去做為 做為我們今天的這個輸出 對 就選擇第一個neuron 然後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去計算了 L2到L1今天的exploitation 那這邊的話 就剛才講的 前面這邊是e 大概第一個 有 有active 所以計算出來的是 就是 計算出來的 就是e 就等於w1 21的部分 那因為它是什麼 是active 因為剛才講的 這邊是inactive 所以它等於p 那現在丟進來之後 它是一個active的狀態 那它是一個active的狀態之後呢 那它就使用了p1 去跟這邊w21 去做一個end的動作 那所以呢 就是010 去跟這個11 去做end的動作 那它就是等於010 是會得到它相同的一個pattern 因為它是跟1 自己本身嘛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剛才講的說 當它丟進來了之後 去compare 那到底要不要去重置第二個的部分 我們再看看它有沒有過這個警戒值 對 那這個警戒值 它只要 它去計算的過程中 a1的1 那p1的話 它的eucardian都是1嘛 那所以大於它的警戒值是0.4 所以呢 接下來是什麼 所以這個a0 它就是等於 它就不需要去做reset的動作 就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那所以它就可以更新 更新什麼呢 去把它這個 這個學到的pattern 然後把它更新進來 那這個 學到的這個值 就會等於010 它學到的是它自己本身 a1 所以它就會把它這邊去做更新的動作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就是 所以它就update update這個 剛才講這邊是1 2的部分 所以它要把21更新進去 所以21更新進去的話 剛剛原本的21是111嘛 所以它就把這個學到的這個pattern 就把它更新進去 變成010111111 這樣子 然後呢 再來呢 重複去算到第二個pattern 因為我們剛才講第一個已經算完了 進去之後 我們現在要算第二個pattern 這是100 那這時候的12已經被更新成010嘛 然後這邊就是0.5的這個狀態 那剛剛講的也是第一個neuron 不是第一個neuron 這個a1 是 剛剛講是100 等於 所以計算出來的話是0.5 0.5 那因為呢 第二個跟第三個呢 它是有相同的input 有相同的input 就是相同的答案 相同的答案 所以它是選擇哪一個 因為第一個是0嘛 那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第二個是要拿最大的 就是layer2 我們是拿最大的 那拿最大的話 那它是誰 就是優先選2 那選第二個之後呢 這時候a2算出來是010 那要回到b層的部分 回到b層的部分的話 我們剛才計算到 這個2e 它的這一個 學到的這個 這個matrix 去跟它自己的a2 去做這個比較 那做這個 去計算完之後呢 會得到的是111 那我剛才講的是 它現在是 因為是active的狀態 它不是standing嘛 所以它active狀態的話 它又跟p2 又去跟w2 去做compensation的動作 那p2是什麼 剛剛看到是101 那它要跟這邊去計算11 所以它這邊就會得到100 這樣一個新的pattern 那這個新的pattern 它到底決定 它到底要不要被學還是不學 那它就到 就是要去看 它有沒有過它的警戒值 那剛剛我們看到 這警戒值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說 今天我們a1 如果它連這邊去計算 所以它得到low 還是大於這個0.4 因為它計算就是1 所以呢它就不需要被學 就是它就不需要被reset 所以它也會開始進行什麼 進行重置的動作 進行那個什麼更新的動作 進行更新的動作的話呢 它就會進行到 它就把這邊的值 把它更新進來 那1 2這邊的更新 再來的話呢 就是21的部分的話 那它也會把它這個 第二個部分更新成為100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這個第二個的就計算了 接下來就是計算第三個 第三個的pattern 是110 那剛剛的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要看到 跟那個去做第二層的去計算 那計算出來的時候 計算出來的時候 就是全部的neurons 都對它都會有同樣的輸出 就是通通都有反應 所以就是要選擇誰 這時候因為都有反應嘛 所以它這時候的規則是說 都是選第一個 去選第一個去看 所以這時候的話 A2的話就是100 做輸出 所以這時候呢 它在這裡剛剛所更新到 就是010 100 111的這個 這個學道部分 這規則 去跟這邊 A2的部分去做比較 那就會得到了010這個值 那這010學到這個值之後 我剛才講的這邊一樣 因為它這邊都是做回圈 所以就會有點牢疾這樣子 那到第三個 就是這邊一樣 有active 所以一樣去做end的動作 那end求出來的話呢 它就是010的部分 那010去計算的時候 那它這邊剛好 其實它這一題其實是有設計過的 因為它這邊在計算的時候 那它 它故意去選了一個 讓它這邊算出來的值 因為010嘛 這邊算出來的話 這邊是2 這邊是1 2分之1 然後它的low呢 還是一樣 會大於它 所以它不reset 那不reset的時候 那它就會把這個 這邊的值去做更新 那更新是誰 那更新的話 因為剛才講的 是第一個neuron的部分 所以它一定要是 把第一個neuron的部分 就更新 所以它 因為自己一樣 都學到的是010 然後呢 這邊也是把這個 這個更新在第一個部分 所以它就可以可以 借用這樣的方式 就 就是會去學到 新的這個pattern的部分 對 那接下來的話 它在這19.6的部分的話 那它有特別去設計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的low 把它稍微調高了一點點 調高到0.6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前面的 因為都是一樣 是我們直接跳過 那我們就看到後面的部分 這邊是第幾個 第三個的部分 好 所以這邊 剛剛上到第三個的部分 如果我們去計算的時候 這邊的輸出 最後面會得到的是 111 111 那 所以Active 過後呢 他會跟它去做end 運算之後 我們會得到一個 A1值是110 那我们要去求这个所谓的这个警戒的部分的话呢 那就是P3的输出嘛 是去这边 他刚好算出来会是什么 会是1 那会是1的时候我们警戒指有没有超过 诶这边所以这边还是NASET 所以这边还没到 这边会变成NASET的动作 所以变成NASET的动作之后 OK就是刚刚讲 我们刚才差别了 刚刚选的部分是选到 就会去选到第三 看一下喔 这边会去选到第三个 会选到第三个Neuron 所以可能要从前面看会比较好 对 从前面看 对从这边看 对从这边看我们重新来看 就是这边去选的时候 看一下 从这边看 会比较好看 因为它会讲 Neuron Y跟Neuron Toon 它是被Equiped 会被禁止掉 被禁止掉的原因是 因为它前面的计算 它前面的计算 我看一下这怎么说会比较好 因为它这边就有RESERT RESERT 好像还是要 要从前面讲一下 这是Holo 好 那没关系 就从头来看一下 对又是一个 重复的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在做Causer 其实就一连串的一直这样对比 然后去逼近说 它到底是属于 是哪一个群 对 所以我们现在重新来看一下 若警戒指 它调高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一样一开始的时候 那它在这里 它延续下来 它延续下来 所以这时候的P3 P3是110 然后呢 所以在计算的时候 计算的时候 这边 会得到 会得到111的部分 那我们刚才讲的 它是 就是拳拿 迎着拳拿 所以它这时候 因为都有反应 所以它是选择第一个 就选择第一个 Neuron 去做为代表 那这时候Active了 Active之后 那就会去等于P3 跟这边去做 做计算 那因为 因为怎么样 它去 后来去看它的警戒指 是 算出来是2分之1 就是0.5的部分 那跟它的警戒指 比它还要小 所以比它要小的时候 它触发了reset 触发了reset 触发了reset 那触发了reset了之后 这代表说 这个 这个Neuron 被静止掉了 对 那被静止掉的时候 就代表下次 它不能去调它 那所以它进来到 第二个部分 那刚才 应该一样 我刚才讲的 它就是 都是全部都反映 都反映 对 它就选 又选第二个 选了第二个 所以这边是010 那010进来了之后 010进来了之后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它一样去做M的计算之后 警戒指去计算出来之后 也发现什么 一样都是变成二分之一 又是比原来的这个 这个low还要小 那所以它又是触发了reset的动作 那去触发了reset的动作之后 那又重新重新再来一次嘛 那刚刚这边前面故作都一样 它一定就是都有反应嘛 那刚才讲的是说 我们刚才有看到 这前面两个 因为它都触发reset 所以代表说 他们就是不挑这两个 作为我们要的这个 比对的对象 那所以呢 这时候它就选了第三个 选了第三个 那这时候去选了第三个之后 它才发现 这边它变稳定了 它变成1 然后它就不reset 所以呢 它发生不reset之后 要干嘛 就来更新它的值 那更新它的值 就是 这时候我刚才讲的是说 它 因为要避免 那个所谓的这个 那个subset 跟superset的品别骂 所以呢 所以呢 它就 它这边在做一个 nomination的动作 所以它就变成了 三分之二 然后把它带进去 那所以它就会去更新 什么 第三个neuron的部分 它就可以 可以更新 这样子 所以 所以它基本上 就是藉由这样的过程 然后再加上 不同的这个 这个roll的 这个设定 然后呢 就会去 将我们今天的这个值 今天学到的pattern 把它学出来 所以它在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明说 不同的警戒值 会造成我们这边 所学习到的东西 是会有影响的 然后会 假设 如果你今天把这个roll 设得很高 设得很高 代表它能看 呃 就是说它要 要被靠近的项目的话 它就是要 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 它才会认为它很像 否则认为不像 那所以刚刚的例子 就是这样子 如果它 因为它这边把它调高了 所以它设成很不像 因为我们虽然看到 这三个input pattern 01010 10011 但它可能 这边都 就是第三类 第三个的这个输出 其实在刚刚的第一个 它会认为说 跟第一个或第二个 可能都有一个类似 它可以被归到第一类 但是如果说 你今天的这个roll 平均值如果把它设高 那它就认为说 这个1111 其实跟这两个都不像 那它就会制成一类 对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样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网路 它就自己学到 它自己所要的这些 呃 透过这个roll 然后还有刚刚讲的是 那个所谓的 呃 对它更新的时候 要是不是要避开这个 避开这个 这个subset 跟subset 这个dmr 做的这个normalization 然后进行这个更新 然后来学习到 我们这个到底是分成哪 那这个大概就是今天 那个 在这个 这art1的部分 就是 这大概最主要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是 要的 那其实 你 Zahl 對,某種程度看起來是綁在一起的 對,某種程度看起來是綁在一起的 它這邊所謂的共振就是類似像這個共振 所以它會同度改變 它講的就是,其實不是講同一組的開口 只是W1、2好像有通過來自而已 差就差在這邊 差不多 它就是要解決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superset-ferset的領域嗎? 就是感覺是說 它今天這個差別是差 這邊是最後原始 你應該就分類出來的真實的東西 你可以不要想到 它原本的Gosperset-ferset 它是在進來的Pedent 在W1,它就做Normalize 因為它這邊 它的那個是從後面的到冠進 所以它是在那個 比如說它在位置裡面做Normalize 你跟兩個向量去做內機 其實你跟A向量可能滿像的 可是只要B向量夠長 內機壓力很大 對對對 它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它才要去做Normalize的動作 對 所以它的精神大概是這樣 比如說跟Goshio不一樣 是說它Normalize的部分 其實是放在後面的部分去處理 它前面的部分主要就是說 它感覺是它要維持那個精神 因為你今天要做分類 那你要去跟你今天預期的 這個 你選出來的這個 類別的中心點去做比較 然後做完比較之後 來決定它到底要放還是不放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存在 它這邊屬於R1的部分 那R1的部分的話 它就是說 重點是說 它就是Bio1的 那所以它就是011 那接下來的話 ART的話 因為還有看到蠻多 還有ART2、ART3 但是因為我已經沒有時間去看這個部分 那還有的話 網路上還有 有看到好像有在用的就是 FaddyART 對 這是比較常 我搜尋的時候 有比較少看到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是 自己工作比較忙 然後我們是準備時間比較不夠 然後最後一點 抱著一點點 離開到哪 那還請大家盡量 那今天我報告到這邊結束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